CAMERA SPEED 开始下说 其实就是 这个其实就是我自己可能 私信上来说创作 这部戏的初衷 就是我作为一个吃瓜群众 我对莎士比亚的了解 其实是很肤浅的 就是作为一个 吃瓜的中国群众 我只有在小的时候 读过一些非常浅薄的 莎士比亚的作品 虽然他的名字如雷贯耳 但是我其实没有办法 完完全去欣赏 他为什么是世界上 最著名的作家 他的作品到底好在哪 可能是因为他当年的 就是那个时代莎士比亚的 语言比较晦涩 而且他想表达的东西 你必须要深入的 去读他的作品 要反复的研究 才可以出亏一二 这对大部分人来说 是一个很高的门槛 而我觉得我希望 这个中国观众 最后能够看到我们 所呈现的一部两罪记 能够哪怕感受到 那么一点点 莎士比亚的精妙 这就是我觉得 我们的初衷就达到了 因为莎士比亚 他的作品非常非常精妙 他可能有100分 但如果观众能够通过 看我们的剧 感受到他作品魅力的 1%就已经算我们 100%的成功了 就是说我们希望能把 莎士比亚作品中的一些 很精妙的东西 比如说他的 他的构思 包括他 戏剧的一些形式 就像委员说的一些 来自哈姆雷特 来自利尔王 来自麦克白的一些 或者是说 他的一些戏剧冲突点 和他的一些表达的形式 能让大家感受到 哪怕一点点 就已经能算是 我们的成功了 我觉得 然后那这是刚才 是笑笑的 笑笑的想法 我的想法呢 就是其实让观众 我就是觉得 我们这是一个问题局 问题喜剧 所以问题喜剧的目的 其实我们的 我们这个剧的目的 和莎士比亚 可能我猜测 莎士比亚写这个剧的目的 其实是一样的 就是一个有 其实就是一个游戏 一个戏剧的游戏 就是说我们尝试一下 用不同的方式来写戏剧 写出这问题喜剧 问题喜剧的差别 跟一般喜剧的差别 就是说除了 用一个皆大欢喜的一个结局 其实用这个皆大欢喜 结局的这个外衣包裹 各种各样的冲突 问题和矛盾 我们就是 所以就说如果要带给 所以说如果是一句话总结的话 要希望带给观众 有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呢 就是说希望观众离开 这个剧场的时候 能够想想 觉得这个结局 好像哪里不对 好像哪里有问题 觉得很刺耳 觉得感觉有点酸酸涩涩的感觉 我觉得我们的目的就砸到了 所以这就是我一点一点点 小小的私心 哇哦 哇哦 我说要是有问题的 一分钟